请不吝点赞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设上至少含有三处明确的性暗示元素 下层元素 现有的游戏几乎任何角色都可以被冠以性暗示的污名 但当真都是魅宅 不见得 人物物理会上存在多处元素才能确定它的成分 包括但不限于身体元素 服饰元素 表情元素 身份元素 和基础设定中含有结婚和大破 同时这些元素的叠加还很可能突破原有的效果 可以说魅宅游戏的话是水平往往会更高一筹 四 不会对一般人 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影响 这一点是直接与法律挂钩的 从各种角度来看 魅宅游戏本身并不是淫秽物品 红标同仁才是 当然 拿别人家的手段 吃别人家的嘴软 这种事情大家心里还是有点AC术的 以上标准基本能够区分大部分魅宅游戏 不仅包括以魅宅为主要卖点 还含有存在大量魅宅内容的游戏 关于魅宅我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 它是否违法 它是否是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 这一点是否定的 魅宅游戏和淫秽物品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并不会对大部分的一般人造成腐化 堕落的影响 也含有作为商业游戏的社会价值 充其量只是给色情二创提供了一个基础模板 当然 这是否涉及到物化女性的这个严肃话题 我就不多讨论了 第二 它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这又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问题了 先看看国外的情况 由于色情产业在国外属于合法行业 加持开放的性观念 日韩等国对于魅宅内容几乎毫无波澜 基本没有太大争议 欧美国家对此的主要争论也围绕女性权利展开 而在国内较为保守的舆论环境下 对魅宅的道德伦理观争论也两极分化 有一些人觉得对着纸片人发情有伤风化 伤风败俗 另一拨人则认为真爱无罪 人的精神享受是一种自由 针对纸片人的道德审判反而是小题大做 看似围绕魅宅展开的两极对立 实际上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依照日韩的轨迹 或许会在将来逐渐缓和 毕竟现代人的审美观正在同质化 简单化 这是每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找色图的原因 第三是否符合市场需求 至少放在几年前这一点是绝对的正确 从某些游戏早期在国内市场大杀特杀 到攻陷日韩畅销宝成为爆款 都可以看出来魅宅游戏在当年有着非常巨大的 对外竞争力和商业价值 但他们依旧存有玩法上的缺陷 这意味着他们的游戏内容是比较容易复制的 与同行间的竞争也逐渐演变成运营之间的决斗 这种对赌国运式手法 到今天虽然成就了两款大作 但也已经不如了黄昏 大作的流水一蹶不振 各种换皮游戏轮番爆雷 追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审美疲劳和玩法粗糙的果 也就是二次元手游市场需求 已经从视觉冲击出角色 逐渐转到深度感受和玩法体验上来了 说起来我当年入坑的两款大作的时候 周围的玩家都乐于称自己是在逛格里芬瑶子 皇家瑶子等等 丝毫没有把魅宅这一点当做一个污点 与现在的态度真的截然不同 可能这就是时代变了 大人也变了 明日方舟确实在人物例会方面 毕掉了许多性暗示元素 同时加入了大量影射现实的要素来分散注意力 不过你细究某些元色的人设与它的台本 你多多少少还是能察觉到一丝魅宅的气息 而关于硬核游戏 我们应该先明确它的基础定义 是指素质过硬 有核心内容 包含大量专业知识的游戏 通常来说 它们更像是模拟器 而非一款游戏 不过随着这几年硬核一次的广泛传播 和被游戏宣发的无节制使用 硬核游戏的范围被大大的扩充了 其含金量也大不如前 现在的硬核游戏除了指基础定义内的游戏 还指那些包括以下要素的游戏 世界观宏大 且多处影射现实 科幻废土风格 开放世界 逻辑精密 潜能自洽 这些内容大部分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范畴 公众对一件事物的态度 很多时候都取决于第一印象与表面包装 而明日方舟这款游戏 虽然和基础定义相差甚远 但与扩充含义还是有很多重合的 就比如第六章中 炎国与龙门的戏份 真的是把大陆和港府之间微妙的关系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不好说也不敢说 雪霸内战前 我还常见到一些雪霸周学家 拿着现实例子来强行证明明日方舟设定错误 先不说拿几本教科书 就来冒充学术精英这种行为 本身就很可笑 光这种强行断章取义 拿本体来推导映射不成立的行为 我就有些懵逼了 地球昂赖什么时候攻测 这是你不该问鹰角啊 你应该问上帝 所以至少表面上 明日方舟有硬核属性 虽然这个硬核确实有些半调子 但是对外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回顾过去一年围绕美术风格和游戏风格的节奏风暴 无论是身处风暴中央的明日方舟 还是在边缘被波及到的其他游戏 本质上都还是商业游戏 既然是商业游戏 那我们就应该以商业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去研究流水的变化 去思考用户的需求 无论硬核还是魅宅 最终都还是要服务于市场 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市场厌恶什么就规避什么 当有一天市场彻底厌倦了魅宅 那么魅宅游戏就会彻底离开这个纷繁的舞台 当有一天市场对硬核再也提不起兴趣 那么硬核游戏的生存空间就会一步步的显小 直至湮灭 优胜劣汰 物尽天泽 商业的达尔文主义是一条无法撼动的铁律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是让你爱上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